阿罗汉把执着放下了 同一个放下苦 不再执着生日生活了 那我们现在 身体生病了 想要治疗啊 能不能生病了 不治疗病就好了 能啊 为什么 本能 你只要把身体 知道身不生活 不再关心这个身的事情 身就健康 这天不能病 上天 没有办法教你生病 你要是不贪生怕死 上天就不能教你死 这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还念之后 那就是在经修节要把我们谈 就要讲 你有头痛 为什么 你有头吗 头就痛了 你没有头就没有头痛了 你有腰痛 那你有腰吗 你要是把这些东西统统都放下了 都不放在心上了 心上只放阿弥陀佛 你就完全健康了 什么都不需要 在这个世界 你想活多久就多久 我继续往极乐世界 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都快去 得大自在 这个话在大成佛法里 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我们要知道 才得佛法 真是受有 那怎么办呢 有一些执着的人啊 这有病不一 这怎么行啊 那找了医生啊 随缘吧 还是以清净心念佛 为主 那又我这些主治疗说 随缘 大家都欢喜 不要让人生气 不要让人担心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一方面 一半要跟阿弥陀佛相处 一半还要给六道众生 往来 众生之间 我们要想的 慢慢的来 引导他 真正相信 就不依靠这些 一心念佛 你看海鲜老伙 十八岁的时候 身上长疮 毒疮 他妈妈给他找一生 找一样都不信 都没想到 最后他明白了 他那年十八岁 他就想到这是业障病 无药可治 那怎么办呢 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救苦就难 念了一个多月 闯就好了 才知道 念力不可思议 要真念 不能坏心 半信半疑 就没有效果 全程相信 一丝毫怀疑 都没有 怎么办 那边 就要钻了 就要钻了 都没有 帮到 就要钻了 我 那 今天